中药是我国的国粹 现在随着一股中医热养生热的兴起 喝中药变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不过由于时代发展的飞速 选择服用中药的人 又会为在家里煮中药好 还是在医院带煮中药好的问题而头疼 那么您吃中药的时候 会为这个问题而纠结吗 您又会如何选择呢 吃中药还是在家里煮的比较多 还要快 医院等的还要等 还要比较慢 因为在家里比较方便一点 要省时间 对于我们打工一出的比较方便 都是我父母他们喜欢在家里面熬中药 熬出来的汤比较浓 而且很快速 很方便的 而且用料比较少的 比较上钱 看来还是有很多的人 会选择在家里煮中药的 那么在家里自己煮中药真的好吗 会不会因为您的操作不当而影响它的药效呢 今年刚刚三十岁的李女士 有着让人羡慕的家庭 她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同时工作也是相当的体面 只要一得空 她就喜欢在家里吃着水果 吹着空调 也可能是夏季的炎热 让她打消了所有外戳的尽头吧 可是好景不长 因为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 李女士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大不如以前了 她到底是怎么了 我总是手脚冰凉 你看吧 大夏天别人都是一身大汗 但是我的手啊脚啊都是冷冰冰的 你说怎么办 就是跟正常健康人不一样 室外还是火炉一样的温度 李女士的手脚 却像在冬天一样凉得让人发慌 起先 李女士不是很在意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她手脚的温度没有一点变化 这才让她多少有些着了急 李妈妈是个中药迷 李妈妈是个中药迷 她认为有病就要赶紧去医治 不能有半点耽搁 并建议她去看看中医 因为根据她的经验 手脚冰凉多半是体寒 或者气血两窥造成的 所以只要去医院 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中药吧 那个时间比较长 调理时间长 但是肯定长期下来 那个效果是很好的 果然正如李妈妈所想的那样 女儿因为气血不足 体型偏瘦 再加上最近一直压力过大 才造成的手脚冰凉 也就是说 女儿现在就需要稍微调理一下了 当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中药 还问我 你是在医院煮啊 还是回家煮 那我觉得还是回家煮吧 因为回家煮呢又方便 不用天天跑医院 而且呢 就是煮起来挺快捷的 那还是在家煮比较好 其实很多人觉得 自己在家里煮中药好的原因 也许就是监煮时间 可以自己把控 药材分不上也会谨慎 所以就有很多人和李女士一样 把药材全部拿回了家 回到家 李女士没有半点耽搁 静止走到了厨房 把刚从医院抓回来的中药 一勺一勺地倒进煮药壶里 中药煮好了 李女士小心翼翼地 把中药倒进杯子里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就这样 以后的每天 李女士都坚持服用中药 可就在李女士乖乖服用中药的第四天 她就开始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的不舒服 难道是喝了中药的缘故吗 后来我肚子疼吧 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问了我的症状之后 就给我检查了一下 就说可能是天气热 开空调 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 肚子着凉了 李女士肚子疼竟然是虚惊异常 不过自己在家里煮中药真的好吗 药效会起到该有的效果吗 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把李女士 在家中服用中药里面的 其中一味中药 林芝拿去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看看自己在家里煮的中药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此时里面有很多杂质 定容完之后 检测员就按照样液和酒精 1比15的比例进行多糖沉淀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所需要的就是多糖 这个灵芝里边最主要起作用的东西 其实最主要是多糖 其实最主要的它主要是有啥作用 就是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提高集体免疫 其实所有的作用 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个根 来发挥它在临床使用的作用 在中医临床上 灵芝主要的功效就是 补气安神 止咳平喘 像心神不宁 失眠多梦 手足腻冷 烦躁口干等 都在灵芝的治疗范围之内 所以只要从李女士 自己在家里煮的中药中 提取到多糖 就可以证明 在家里煮中药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乙醇已经加进去了 它在多糖就会开始沉淀 我们要把它放在冰箱 四个小时 现在是放在冰箱里面 四个小时之后拿出来的 你看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东西是多糖已经沉淀出来了 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多糖已经沉淀出来了 随后检测员再通过离芯定容取液显色笔色来测试多糖溶液 经过长达将近一天的时间 灵芝有效成分多糖溶出测定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我们确实从里面提取到了多糖 也就是说 自己在家里煮中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不会失去它应有的药效 不过 说到自己在家中煮中药 也有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头疼的问题 很多人可能会问了 我吃的中药不是粉末的 这样的话 我煮起来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中药不是你想怎么煮就能怎么煮的 一旦煮得不好就会损伤药性 自然也就不会起到药道病除的效果了 那么在家里煮中药 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其实按正常来说 无论怎么煮肯定没有专业人员做得好 但是话我说回来了 在家里一定不能煎煮吗 其实不是 在家也是可以煎煮 但是他要注意在煎煮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首先这个药一定要进行浸泡 这是必须做的 至少浸泡在30分钟以上 这个浸泡完了之后再进行煎煮 煎煮完了一般 第一点煎煮要煎煮个至少的半小时以上 按照古代的用法 基本上都是我当时煎煮的药 煮出来我当时就喝 同时还要注意火候的把握 这个火不能一直大火 当然也不能一直小火 水的量一般就是在没过药材 两到三只就行了 量要是特别少的话 一个东西都跑不出来 就是不行了 其实对待不同的疾病 我们的操作方法也是不同的 比如服用感冒的中药时 就要大火煎煮15分钟后 立刻转为小火 不能时间过长 可是如果您煎煮的药物当中 有黄芹当归这类药材时 在煎煮时间上就要长了 要求至少煎煮40分钟以上 这时候才能把里面所有有效的物质煎煮出来 而对待特殊用法的药物时 一定要先煎煮15分钟左右 再把其他泡好的药材放进去 因为有些中药里的毒性比较强 只有通过先煎煮后才能使它的毒性降低 比如中药里的草屋 千斤子穿污等 都是具有毒性的药物 最后还有一些贝壳的药物 煎煮时间短的话 药效就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不过除了以上几点需要注意的以外 煎煮中药对水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 很多人在家里煎煮中药时很容易忘记 有时候可能锅都煎糊了 但看到此景后就会加点水继续煎煮 其实这是很不可取的 如果您在家里煎煮中药时 发现煎煮失败后 必须倒掉重新进行煎煮 不要觉得浪费而继续服用 以免发生让您意想不到的后果